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魏灵宫篇第39章 只要自己能有道德学问 够道能教人 人只要来领教 自行素修以上 孔子说 无未尝无悔焉 不论好人坏人 坏人能学好更好 若不能教 则是器材 毛贼 器材则并非不聪明 是品性不好 毛贼则不改习记 站不住数字 便无法教了 那么这张书主要是孔子教学 这个是有教无类 他没有分类 没有分说哪些人他要教 哪些人他不教 他都教 但是学习的人 那他要怎么学 那是学的人 他的事情 那这个古时候 这个素修就是一素干肉 那就是给老师的礼 给老师的礼 这是最少的 基本上有这个礼 自行素修 一素干肉 供养老师 那么这个 孔子说 无畏常 无悔淫 就是 没有不教悔的 也不论是好人 还是坏人 都会教他 那坏人他能学好 那更好 若不能教 则是器材 毛贼 这个器材 放弃的器 这个 才能的才 这个器材 并不是说他不聪明 是品性不好 毛贼 则不改习气 毛贼 他就是不改 不花粉 改过 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 站不住 数字 这个就没办法教了 不是不教 所以这个教 主要以德行 为根本 那才能是 织梦 这个是教学的 这个 主要的一个宗旨 这张 有教无略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不会增长 滑稀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找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